台长最后要告诉大家 世界上所有的快乐 其实都是人间的欲望 吃的开心叫食欲 有钱有名叫贪欲 追求男女之色叫色欲 整天想睡觉懒惰 也是一种欲望 是享受欲 所以在人间不要以为快乐 因为这是让你明天懈怠的根基 我们为什么要苦修 就是要让我们开悟 因为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 这些都是世俗的欲望 只有减少了世俗的快乐 才能感应到你心里真正的快乐 内心的快乐 是从精神上开始拥有的 告诉大家 吃点苦 不算苦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活在世界上 要学会吃两种苦 一个吃两种东西 一个叫吃苦 一个叫吃亏 我们修行之路 因为苦 你才知道一切不可得呀 就由于一个人太快乐了 他找不到自己的家 一个太快乐的喝酒人 会醉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 在人间学博的人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你才能提高自己的境界 进入菩萨的三秒三菩提 谢谢大家